接下来告诉您 未来高铁最北端的一站 不再是台北车站 从民国104年开始 就会延伸到南港站 到时候呢 渴望有效疏解台北车站的拥挤人潮 另外台湾高铁也宣布 今年之内会推出手机定位的新服务 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机器上面感应一下 就能够直接进站搭车了 台铁南港车站 未来也是高铁的南港车站 双铁将采取和台北车站一样 共购但是不同月台的方式营运 高铁南港车站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预计在民国104年启用 根据高铁公司和交通部签订的BOT合约 高铁公司将有12个营运车站 除了目前上线营运的8个车站以外 南港站104年通车 苗栗站 彰化站和云林站 目前还在进行站体设计 高铁公司预计在车站陆续完工之后 能够吸引更多人次搭乘 而今年更计划朝向车票五指化迈进 未来使用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订票付款 然后下载QR码 直接刷卡进站 另外悠游卡也可以使用 高铁去年六月财报账面亏损四十多亿元 董事长欧静德表示 今年六月出入的财报 渴望将亏损减少到十几亿 而民国一百年的营运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收支平衡 不再赔钱 因此会推出更多配套服务 也计划销售周边商品 增加收益 记者薛林坚台报道